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季后赛 在首轮的一场焦点大战当中 排名第八的山东南篮主场迎来了广州队的挑战 原本大家是比较看好山东队的 山东队在第三阶段开始之后的主场战绩还是相当不错的 除了因为陶汉林缺席输给首高那场比赛之外 他们的主场是取得了全胜的战绩 并且战胜过目前排名榜首的浙江和辽宁 但是这场比赛山东南篮的外线手感极其冰凉 整个下半场17次出手三分球仅仅投中一球 全场比赛32次出手仅仅投中五球 命中率不足20% 这完全不是一个CBA联赛球队应该有的这种三分球命中率 那么我们看到在第四节比赛 或许是真的被自己球队的外线表现给逼急了 陶汉林在第四节一上来的一次进攻当中 面对焦伯桥的防守 一次非常厉害的挥肘动作 险些是直中焦伯桥的面门 在这个挥肘动作闪开空间之后 那么陶汉林迅速投篮得分 而且还遭到了贝尔的一个犯规 那么裁判是吹罚了贝尔的犯规 但是没有吹罚陶汉林之前的那次挥肘动作 这个也是引起了郭世强的强烈不满 向裁判去做出了强烈的抗议 那么作为本场比赛的主裁判 也是给郭世强做了解释 应该是向郭世强承认并且道歉 说这个挥肘动作我可能是没看见 但是我已经判罚了贝尔犯规 这个按照CBA和国际篮联的规则 是不能够再改判的 因为我们知道CBA现在是效仿国际篮联的一个规则 为了能够更好的跟国际接轨 而不是跟NBA相似的 NBA的话如果说裁判出现误判 教练员第一可以挑战 第二的话挑战成功之后 那么你是可以改判的 但是在CBA的规则之下 只要是这个犯规 两个犯规如果说是先后脚隔得非常近发生的话 那么你判了后面那个犯规成型的情况下 前面的那个犯规 即便裁判后来意识到出了问题 但是也是不能更改的 但是郭世强这个时候做出了一个非常意外的举动 也是让陶汉林比较的难堪 他表示这球我不要了 但是我一定要挑战回放 你给我看看陶汉林这个动作究竟是不是犯规 这个时候裁判确实也显得非常的诧异 因为我们知道去教练员挑战这个裁判回放的话 是需要耗费一次散停的机会的 还是相对比较宝贵的 但是郭世强就是要坚持自己的这个决定 哪怕是我浪费一次暂停的机会 我也要让你看看你的这个误判是有多么的愚蠢 而这个时候陶汉林也显得是非常的难看 因为他其实也知道自己的那个挥柔的动作 确实有一些不太好 甚至是多多少少有些脏的 其实山东南南打球是非常干净的 山东辽宁吉林近三个赛季 这三支北方球队一直是CBA里边 围体翻规次数最少的球队三支 都是他们排名前三的 陶汉林这个动作也不是冲着焦包桥去的 其实就是这场比赛打的太郁闷了 你外线这么拉胯的表现 主教练也是无能为力 只能够依靠他在场上生生的硬走 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得打到多么好 才能把这场比赛给赢下来 所以说这个挥柔的动作 其实是在发泄心中的不满 本身陶汉林也是个情绪非常大的运动员 所以说在看了这次回放之后 也是裁判非常清楚 自己刚刚那个一业余的判法 是有多么的糟糕 而且你当时是有三名裁判 都围在底线附近 竟然没有一个人吹陶汉林这个挥柔犯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业余 我们的这种业余的裁判 都能够去吹几后赛这种高级别的比赛 的确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无语 那郭世强也是惹无可忍 就是要用这个视频 要用这个录像来当众揭开 CBA裁判业余的这种表现 这种表现的表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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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